2 3 6 7 開搖 量測員工及眷屬體溫 进入会场都要戴口罩 就连红外线测温宜也设在入口 红海今年带新嘉年华活动 正逢中国武汉肺炎疫情 红海自主提高防御机制 并请医师在现场宣导 要勤洗手戴口罩 会不会有等于说 可能今天也会有其他 各个国家来的一些员工 也不会 因为有做这个措施 大家应该很安心 这次应该因为快要过年了 那如果有带病人进来 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要提早做防护 中国大户那边 其实疫情蛮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公司 其实这两天 其实戴口罩的也变得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还不错 这一次山东有 河南郑州也有 所以在这一次内 已经有点失控 所以大家要准备那么多的药品 准备那么多的西裁 所以大家如果说 在过年 不要在大陆去玩 洪海创办人郭台铭受邀 致辞时指出 这一次武汉肺炎传染速度 不会亚于SARS 这两天将会和董事长 刘洋伟和相关主管开会 决定因应措施 并且规定 今年从中国武汉返台的员工 与眷属 不能参加尾压活动 媒体也关注 如果疫情持续扩大 是否影响洪海在中国大陆的生产 郭台铭表示 洪海经历过2002年SARS的经验 在中国大陆生产线的应变措施 可以提供给其他业界参考 并表示 这也考验洪海的应变能力 目前在美国 墨西哥等地 也都能分散生产风险 新唐人亚太电视 赞英豪李欣津 台湾台北报导